千元价位的CPU到底该选哪一个 i5-9600KF还是R5-3600 9600KF技术频率3.7GHz 最大锐频4.6GHz 6核心6线程 R5-3600最大加速频率只有4.2GHz 但是3600却拥有超线程技术 采用了6核心12线程的设计 而且三级缓存和功耗都比9600KF更有优势 看似优势更多的3600 会不会一定比9600KF性能更强呢 由于多线程的关系 在渲染理论测试R20当中 的确有着明显的领先 但是在实际游戏测试中 9600KF却超越了3600 不过差距非常微小 这样的性能差距显得有些难舍难分 其实如果说只是玩游戏的话 那么6核心的图影器基本上就够用了 核心数量多一点呢 肯定会对于图影渲染的工作呢 会更有优势一些 包括现在9600KF的价格呢 和3600的价格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一边呢是主频稍微高一点 另一边呢是和您线程数量多一点 其实说实话 他们两个选了起来 确实是挺有困难的 如果说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来选啊 Hoşçakal 没有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